日本动漫电影《鬼灭之刃》爆红 吐成国小管乐团赶上热潮 音乐会上演出主题曲《红莲华》 破译神曲由管乐团老师刘养之编曲 当初兴起编曲的念头 主要是听了乐团团员的建议 让他们能够演奏喜欢的动漫主题曲 并且安排cosplay 让小孩装扮成主角 增加表演的临场感 《红莲华》它是那个动漫 就是《鬼灭之刃》的主题曲 那也是学生就是跟我说 然后这首很红 然后我就去听 我觉得还蛮好听的 而且动漫也还蛮好看的 那所以我就想说 既然学生喜欢我就改变这首歌 那让学生可以用管乐团的方式来演奏 那其实效果还蛮好 因为他们都很爱这首歌 那也很愿意演奏 当初老师在编出《红莲华》的时候 我就很想催他 因为我本身也很喜欢《鬼灭之刃》 就是能催到这样的曲子 我觉得蛮开心的 我是第一次催这种动漫的曲子 那喜欢《鬼灭之刃》吗 喜欢 有去看电影吗 有有有去看 刘老师说去年编《鬼灭之刃》主题曲《红莲华》的时候 台湾还未贩售管乐演奏谱 大约花了一个月的时间编谱 而乐团除了演出比较正式的曲目之外 他个人也很喜欢编写时下流行歌曲 像是网路爆红的黑人台湾舞 让学生演出 增加对各式音乐的敏感度 同时也希望借此号召 更多喜欢音乐的孩子加入乐团 因为我觉得管乐曲呢 就是除了既定的一些 就是经典的曲目 我觉得也可以跟时事结合 那现在流行什么歌 比如说有时候我们找不到谱 那干脆我就想说自己编 让孩子更有兴趣 也可以让听众会觉得说 就是这首他有听过 会有共鸣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每年我都会帮学生 依据他们的程度 然后还有一句编织 我们来就是编一首当年流行的歌曲 例如说像去年的《雪猫教》 或像今年的《鬼灭之刃》之类的 演出《鬼灭之刃》主题曲《红莲华》后 刘老师并完成了另外一首歌曲《岩》的编曲 让学生演奏更多的动漫歌曲 另外土城国小馆乐团更是音乐比赛的常胜军 将近20年的时间蝉联特优 代表新北市参加全国音乐竞赛 包括今年仍是以特优成绩 拿下了全国赛的入门票 延续过去的好表现 记者林立如新北报道